豫展基金会今天在高雄市湖内地区 皇帝神龙殿广场举办睡末寒冬送暖的活动 有多名的弱势民众受惠 现场热闹滚滚 吴城琼秋表示 睡末寒冬送暖的活动已行之多年 是该会例行的公益活动之一 豫展文教基金会跟皇帝神龙殿 每年都是在12月底都会做寒冬送暖活动 那我们已经也办了差不多一二十年了 每年都会花晃差不多十来样的东西 有油啊 米啊 罐头啊 面啊 毛巾啊 牙膏啊 就是日常用品 因为说实在啦 我们是要让这些韩式他们 真的是能够受益得到的东西 但他拿了之后 他们家里头的人都可以享用到的东西 所以说呢 我们不花晃现金 我们是给他真正需要的物资品 他们来了呢 我们也会依照说其他的基金会 他们说 睡末寒冬啊 送他们吃个东西啊 我们也是有点券 让他们在现场吃一些小吃东西啦 一大早皇帝神龙殿前广场就挤满人潮 现场基金会的人员忙里忙外 边缘户将邀请函换取物品券 以及食品券 兑换一些民生用品 年关将近 皆有关心弱势的活动 希望各界能够抛砖引玉 帮助社会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十方新闻归文许建益 高雄采访报导